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谁在算计他们的晚年 百般算计 千层套路 受害者众多身份多变 该如何揭穿阴谋 即使亮见 敬请收看传奇故事 甘儿子的千层套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主播金飞 牛奶加花生大力康小恶 银路牛奶花生 要您收看传奇故事 家住上海敏昂区的丁老伯 最近遇上了一件奇事 他跟妻子好端端的在家里待着 有个不速之客的突然上门了 他说出来的话把这老男口给吓了一跳 他表示丁老伯已经欠租一个月了 他要收回房子并且支回租金 丁老伯就惊讶极了 这套房子明明是他真金白银买下来的 怎么又会冒出个房住物来呢 您可能会猜测双方这是遭遇了一房两卖了吧 但是情况远比这个复杂 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事件事发生在2022年的7月14号 丁老伯和老伯面对着顾女士 双方一经交流 就惊讶莫名 因为他们有个共同认识的人 正是这个人的行为引发了争议 我们通过中介买了房子 买了房子之后呢 暂时不用 所以又通过那家中介给我们租掉了 租的时候呢 是中介租的 他后面就是找到潘文选了嘛 顾女士提到了一个叫潘文选的男人 表示这房子是他租给潘文选的 可是一听潘文选的名字呢 丁老伯夫妇也明白过来了 他们一口咬定顾女士在撒谎 这房子明明是我们委托潘文选 从你那买的 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中介公司也是他招的 对象也是他跟他坦图买下了 买这里的房子 也是 也就是说在老两口的这个认知里 顾女士是上一任房主 他们是下一任房主 至于顾女士提出的租房一说 根本就不可能 因为办事的这个潘文选 是他们身边最亲近 最信任的人了 根本就不可能骗他们 但是可能你也猜到了 老人家的信任瞬间叹叉了 在房产交易中心 他们得知了一个残忍的真相 房卡都拿去了 他们一看来以后 他说这个是假的 潘文选根本就没替老两口买房 而且更残忍的是 除了敏娅的这套房 丁老伯还委托潘文选买了一套房 经过查证 那套房子也不在丁老伯的名下 也就是说丁老伯被骗走了 购买两套三套房的钱 总价近三百万 这可是老两口一辈子的全部积蓄了 可想而知这打击得有多大 老两口万年俱灰的包了警 警察听说这个事以后也很震惊 震惊之余不由的就问了个问题 这潘文选是什么人呢 你们为什么会对他如此信任呢 是家里的亲戚 还是多年的孤交 老两口表示以上猜测都不是 事实上潘文选是他们的干儿子 干儿子 说实话这种关系嘛 说起来亲近 但总归是差了亲生儿女一头 而且买房这么大事 为什么要交给干儿子呢 老两口的儿女呢 面对诸多疑问 丁老伯发出了一声长叹 讲出了一段经历啊 可以说是包含辛酸也引人深思 丁老伯表示事情得从2018年春天的一次出游说起 在潮市里头有个叫黄小慧的导游呢 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空巢老人呢 但是出去旅游跟所谓的干儿子又有什么联系呢 丁老伯表示事情发生在旅游结束之后 当时旅游大巴呢 把老人送到市中心就走了 正当在老两口疲惫不堪的时候 有辆小车车停在了他们身旁 驾驶座上的男子的热情招呼 说可以送他们回家 说说说说嘛叫人没钱 只不二钱 我去他们门他们开好 我一步 车一步 到了我里上去台港 他们他一步 这名男子自然就是潘文选了 不得不说 确实挺善良热心的 可是老人呢跟他素不相识 为什么愿意接受他的帮助呢 因为他就是那个导游黄小慧的丈夫 有了这个契机 潘文选就跟这老两口熟起来了 他才差不多从一年过节 他都会拎上一段小礼物上门看望 现在妈的东西收过来 如果八月半的时候呢 买几个月饼啊 老人孤独寂寞 渴望他人关怀 这心情嘛可以理解 但也不能没有防备心理啊 说起这事呢 丁老伯的老伴就接过话潮了 他的东西我有代价 我的回报 今天他说七点半要来看我一次的话呢 我早上的小龙馒头啊 什么什么都买好 他来了小朋友吃早饭 丁老伯的老伴呢 是典型的上海女性 一辈子精明能干 哪能心里都没数呢 他表示 我们首先不图小潘什么 也不跟他涉及金钱往来 再说了 小潘的个人情况 我们也摸过底 他是上海人 而且是开公司 做首饰生意的 每次来我们家都开着豪车 或说着呢 再说了 所谓日久见人心呢 您知道从认识到正式 结亲这考察期有多久吗 独独两年 在这两年时间里 潘文选一直保持着每个月两次上门 每周两次电话的这个频率 双方的情意就像织猫衣一样 一针一线 日积越累 越织越多远 越来越暖 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一直做好事 提起潘文选呢 丁老伯的老伴 已经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了 而接下来的这个事 似乎就顺理成章了 2020年春天 潘文选主动提出 要和丁老伯夫妻俩结干亲 这个提议郑重老人下怀 那么我们听了很开心的 孩子小孩 我说两个女儿都是很远的 我们这里的画上 远水不能净净净净净净净 她在我们的旁边 我们以后呢 又依靠了 老人庆幸晚年有靠 干儿子也因为关系亲近 开始呢 说起了自己生意场上的烦恼 丁老伯心疼之余呢 马上就有所表示了 买车子最糟的 我公司里面 这个时间是亏本了 我老婆要查我的账目 我有点 周转一下 这点钱周转一下 如果要坑点 那应该可以跑动了 等我好嘛 加一条嘛 有人嘛就加一条 为了给干儿子解忧 丁老伯慷慨借出了三十万 当然了 作为家里真正拿主意的人 丁老伯的妻子呢 要理智得多 真正让他放心的是 干儿子下边的行为 借条到手 老两口再次放下心来 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借钱这事儿就如同毛衣 断开线头一样 只要开到口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2020年秋天 丁老伯的小女儿 想在上海买房 老伯呢 自然就找到了 干儿子拿主意 而潘文选呢 就那么巧 刚好就有套合适的房子 马上就带着老两口 看房去了 别说 这套房子还真不错 它位于凤县区南桥镇 面积120平米 地理位置优越 最关键的是 那房子就是潘文选自个儿的 这么好的房子自然也不便宜 市场价200多万 可是潘文选却表示 爸妈是我最亲的人 我不仅不赚你们的钱 还得贴点钱卖给你们 干儿子作为孝敬他 多下的钱他自己补贴 老人只要出150多万 你就可以了 老两口还真是感动了 二话没说 就把150万转给了潘文选 接下来就到了关键一步了 给房子过户 可是干儿子是怎么操作的呢 他把老人家带到了 房产交易中心的门口 替他们包办了全过程 他说你们年纪大了 谁问你 帮你办好了 我们也没有亲子 也没有什么 黄卡10到15天 帮你寄过来 那么他说 我们自己的许业一样的 不要帮你寄过来 可能看到这儿 好多人都想提醒一下 这老两口 房产交易必须得本人到窗口 当场签字办理 要想委托他人代办 那也必须得提前做好公证 可潘文选 显然就是利用老人缺乏相关经验 动了手脚 2021年悲剧再次上演 潘文选又主动找到了老两口 他说你们两个东西这里呢 我也故意不吃 那么爱的 阳光也没有 为了提升生活品质 潘文选强烈建议他们 置换一套采光好的房子 这本来是个好提议 但是潘文选的做法 已经肯定也猜着了 他把老两口的旧房子 卖了140万 再次领着老两口 去看了一套新房 这新房确实不错 买下来也正好140万 整个过程照样是 由潘文选全程操办 一点都没让这老两口操心 他拿了房产证以后 还把老人的家具 一起搬到这套房屋里面去 老人住在了这套房屋里面 又拿到了房产证 他的确是以为 这个情况是因为真的 老两口付出了全部的积蓄 搬进了新家和危机 也就不叙述再发了 2022年7月 真正的房子上门了 骗局被戳穿了 老两口实在是被骗得太狠了 原以为天上掉下个干儿子 到最后却是引狼入室 可要到哪儿去找这干儿子去 他们联想起干儿子的妻子 也就是那位导游黄晓慧 当即就带着警察 去找那黄晓慧去了 然而黄晓慧的反应 就让所有人都特别意外了 他竟然也大吃一惊 说自个儿毫不知情 在外面是带团 非常出去的 一个月大概有20来天 都是在外面的 所以他的事情 我一律没管过 他只是我的一个旅游客户 他只是我玩了个一年左右 后期他就退出去了 他做我的客户我都没认过 我怎么知道他会认他们 做干爹干妈了 谁能想得到呢 枕边人竟然描上了自个儿的客户 自个儿还一点都没查去 这实在也是藏得太深了吧 然而随着调查的继续 潘文选干出的事 还在不断突破大家的认知 警方发现 潘文选的干亲不知丁老婆 他们这位82岁的徐阿婆呀 也是他认的干妈 同样也被他派了 七万多块钱和一些黄金首饰 徐阿婆提到了潘文选的一个特点 说的特别能说会道 专门盯着子女不在身边的 这个空草老人 可是没过两天 这被害人的范围啊扩大了 这是40岁的沈女士 她不是什么干亲 而是潘文选偷偷在外交往的女友 沈女士被骗的方式 跟丁老婆夫妻如出一辙 她说没有结婚 没有老婆 她说这套房子是临港的 房长人一看 上面写的 看了是她的名字 她说我这房子我买的时候就 我就卖给你这么多钱 我不赚你的钱 地价卖给我 给你补船 不就补船吧 她说给你一个什么 有安全感 好嘛 又是这套说辞 地价卖给你 主要是为了情意 受害者层出不穷 身份各异 这项把大家都给惊着了 潘文选呢 究竟在哪呢 一番侦查之后 警方终于将潘文选带到了派出所 我们一块来认识 一向这位传说中的人物 犯罪嫌疑人潘文选 45岁 曾经因为犯盗窃罪 被法院判读过12年有机徒刑 但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 不是什么风度翩翩的商人气质 而是特别鬼硬 擅长诡辩 潘文选好像受到了田大的委屈 表示明明是老人家记错了 我只是帮他们租房 不是买房 至于沈女士那边呢 那就更是天大的误会了 根本就没有买房 这一说所谓的房款 只是他找沈女士借的一笔钱 双方有借款合同为证 这时候还在装呜呜 这也太无耻了吧 可是警方经过调查呢 发现潘文选还真不是故意恶心人 他背后的心机深沉着呢 警方跟这几位老人沟通之后发现 由于他们年事已高 证据保全的意识不足 跟潘文选的聊天记录 已经缺失了大部分 至于那些购房合同和假房产证的年价 早就被潘文选趁机拿走了 沈女士这边呢 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据说潘文选偷偷地进了他的房间 把那书面证据都给偷走了 也就是说案件当中 涉及到诈骗的三次房屋买卖 有可能变成双方的口头扯皮 缺乏实际的证据 而潘文选呢 他否认诈骗 同时只承认跟老两口和这个 沈女士之间存在的借贷关系 想用民事纠纷来掩盖刑事犯罪 这么一来呢 就该轮着警察为难了 尽管受害者们看得牙根痒痒痒 可是面对各种证据的缺失 他们该怎么认定潘文选的行为呢 牛奶家花生大力康小恶 银路牛奶花生 要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 我们刚才说到所谓的干儿子潘文选 精心挑选独居老人及其他受害者 借口房屋买卖 涉嫌诈骗钱财 可是潘文选却失口否认存在诈骗行为 还提前拿走了购房合同和假房产证的原件 致使证据缺乏 但是对于警方来讲 哪怕嫌疑人拿走了一些客观证据 警方也能通过其他方式形成证据链 首先呢 警察要调查的就是嫌疑人的做案手法 他们发现 嫌疑人每一次骗人买房之前 都会做同一件事 租房 老名行的姓潘的 当时租的是什么是一年 对象呢 班来说呢 在这个向老人提出 提出叫购房之前呢 都会在这个地区租下一套房 然后他就拿了这个钥匙 带着老人去看 然后跟老人爽房 那钥匙都在我手上 我就是这个房子的石友人 据警方调查 潘文选先后租了三次房 也虚构了三次房屋买卖 正是这三次房屋租赁 构成的重要证据 涉案的三条房产 在案发时间内 都是在潘文选的成租下 我们觉得呢 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 因为在房产买卖交易的过程中 被害人必然会要求去看房 而嫌疑人为了证实这个房产 是自己所有 也会带被害人去看房 即使从直接证据上来讲 嫌疑人他是不认罪的 客观证据形成了锁链 我们认为一样可以认定 他构成诈骗罪 检查机关认可了警方的调查 客观证据有了 又该怎么证明 潘文选存在着主观故意呢 这时候就不得不提到 受害者沈女士了 潘文选不是有一份 跟他之间的借款合同吗 还把这个视为民间借贷的证据 试图逃避诈骗对责 沈女士表示 这份合同就是他要讨要这个 访款的时候为了挽回损失 被迫跟潘文选签订他 潘文选并不知道签订合同的时候 沈女士还录了音 在这份录音里头 警方发现了真相 潘文选的丑恶嘴脸暴露无疑 他一直在打断沈女士说话 一直向你喝着郭队 但也正是这段录音 揭露了他的动机 这段录音当中 非常明确地体现了对象 明知这个属于刑事 刑事诈骗类的犯罪 虽然他说的语言是比较含糊的 但是这个犯罪故意的明知 他已经体现出来了 以非法战友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财富 诈骗犯罪的这几要素 齐全了 在中总的证据面前 潘文选终于低下了头 他谈起了这个内心深处的挫败与虚妄 我以前做奥丁生意 就是搞奥丁 我是搞批发的 生意后来越做越差了 一开始生意客服多 现在后来客服少了 没拿钱给我用过 都是我每个月支撑他的钱 他反正他都是说 每个月他都是说 进货要差点 进货差点 毕竟是夫妻 他既然想做生意 那我就那么信任他 我从来没有去扒了他 什么什么的 潘文选总说 自个儿需要钱做生意 莫非他骗人钱财 就是为了东山待起 结果嘛 他是为了重情深策 放松自己 我一直心情不好 去唱唱歌 然后他有时候 也是带他们出去了 我就出去玩一下 唱一次歌就一万多 一个月去个三四四 一个月光唱歌就要三四万 妻子赚多少钱也不够 他这么回货呀 潘文选直就把魔爪 伸向了孤独无依的老人 以及渴求感情的沈女士 以他的消费习惯 受害人的损失 那是很难追回了 开支我都开掉了 相应我有时候 偶尔到外面去唱个歌 就开下了 我老婆公司也放在我这边 全部被我用光了 我就这么着信任他 结果了 到头来了 就是这样子的下车 妻子黄小慧 无疑是受害者 但是被受伤害的 还是丁老婆夫妇 他们已经年纪不小了 如今没了房产 就只能靠督房度日 他们的未来该何信何从 不久之前 女儿们打了电话 让他们得到了一次安慰 丁老婆的女儿们一直在劝慰父母 要他们保重身体 不要被失去的钱财发愁 父母的养老问题也一定会有个合适的解决办法 至于盘文选他因为涉嫌诈骗罪 在2023年2月底被检察机关依法移送起诉 等待他的将会是法律的制裁 其实我们今天这件事里头有很多引人深思的细节 一个不思进取贪婪成性的男人 瞄准了渴求温暖的孤独老人 最该警惕和反思的还是肩负赡养责任的子女们 亲情不缺位 关怀到位 才能真正为老人的晚年筑起防火墙 建起避风杠 牛奶加花生 大力康小鹅 一路牛奶花生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聊聊方式 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